那我们来看一下界面上面因为最后我希望我存的地标最后能够在画面上被看到 所以呢我会希望在 这个地方秀的话我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秀在这个DIV里面 所以呢请各位第1个就是说在新增一个 HTML5的网页之后的话这个HTML5网页之后按建立之后 在里面这个地方在body跟body中间加入就是插入什么插入一个这个版面里面有个叫做DIV插入DIV 那这个DIV里面直接原来是像body跟body之间这个是基本的网页结构body这个我们网页的内容 那请各位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插入DIV那也就将来我要show的结果比如说我增加了三个地标 我要把这三个地方show在什么show在那个网页上面的话 那这个地方第1个就是在这里插入一个DIV 然后呢名称的话我直接在ID上面 给他叫REOUT OK REOUT这个名称这是他的ID 我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就会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DIV名称叫REOUT 叫REOUT 那这个REOUT里面的话就有放一些文字 那这些文字呢你可以拉空白都没关系 或者是放一些字也没关系 或者是 这个地方的字将来会清空的 也就我们将来会把 产生的结果呢 就会放在 这一个 这一个 DIV里面 OK这个是我们最后显示的结果 那再来程式部分 我们要写 写几行 然后这地方的话特别注意就说 我们要让这个 讯息显示出来的话必须也是一样 这边没办法一定要做个 JavaScript的程式撰写 那里面的话非常简单 第1个的话我们宣告你就在这边打一个 这个JavaScript 其实你按 按JavaScript 你可以打JavaScript language 或JavaScript type都可以 你可以打JavaScript 然后面的话呢 直接 空白之后他其实有些会帮你做提示的 你就按Enter之后的话 后面呢也可以 自己跳出来 所以你只要打一个 Scrip language 直接找到JavaScript 在后刮他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他会有自动一个提示 那里面的话我们要建立一个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前面就加一个什么钱的符号 那这个钱的符号呢 就是因为我们上面有引用 这个JavaScript